这是周总理的灵车 76年1月 百万民众冒着刺骨的寒风 来长安街送总理最后一程 这是周总理的骨灰盒 按照总理医院 他的骨灰曾在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庭安房一天后 洒向全国四地 73年身患绝症的总理 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后还要见外宾 可他进卫生间后却一直都没出来 原来总理已经靠在墙上睡着了 他实在太累了 这是总理的病房 在生命最后的600天里 做了13次手术 会见外宾65匹 工作谈话254次 最后体重只剩下61斤 参加外事活动的总理风度翩翩 可衬衫救了之后 他不舍得整剑扔掉 只是把一抹损的领口袖口拆下来换心的 总理出席55年万荣会议 七天只睡了13个小时 这是他当时的着装 那时中国和很多国家都没建交 他就跟参会国一个个谈 介绍新中国 介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是总理一字一句修改的中印联合声明 这是毛主席签署的总理任命书 26年总理生涯 直到去世才不得不卸下重担 这是总理去世后 盖在他身上的党旗 总理没有孩子 但我们都是他的孩子 总理没有遗产 却给我们留下越来越好的中国